所以原來創世的第一章 第二章的觀察者 從哪個角度來觀察 所在發生的一切 在地上的一去二人觀察 而亦都合理 因為我們發覺 神在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四日 第二日 做過的事情 每做完一天 神在做什麼 神在做什麼 神在宣佈 神在做什麼 你看 我想做的事情 神為何會宣佈一些事情 當然是聽才會宣佈 聽才會宣佈 所以我相信有很大的可能性 神根本在亞當面前 將地球的環境重整 而每重整完一件事的時候 跟亞當說 看得多好 我就這樣做 現在更適合你出去住 所以亞當是一個目擊證人 如果這樣說 我可以說 亞當創世紀第一日 就是亞當的第一日 但為何到了第一章比的時候 是第六日才說做人呢 所以我們要深入理解一下 什麼叫做人 究竟人 何時才做完 第一章 第六節說到 然後神經說 讓我們把人造成人一個人的形狀 在我們形狀 讓他們把人造成海 野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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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做人是何時做完完成這個項目 所以什麼叫做完成這個項目 你說現在一個就像猜公仔那樣做出來 用來做一個公仔出來 我想這個做就吹過靈氣那樣 就是God-like character 有神的形象就是有God-like character 沒錯 起碼有一件事 班長說的肯定是對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定是在第二章 究竟神做人是何時才完成這個項目 因為神做人不只是做一個導演出來 是做一個有靈氣的活人 而且這是他做一個目的的 你看看第一章 神做人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管你做萬物 還要什麼生養很多見面 這是第一章神做人的目的 神何時才完成達到他目的這個項目 一定要有亞當做人有效果 還有他們有靈氣 這樣才完成這個項目 所以什麼時候完成了 是第六人才完成 即是好像你教兒子 如果看第二章 你就會發現 亞當和喬娃是否同一天出現 不是 不會 不會 OK 講到第六人了 我講完 阿鮑娃是否同一天出現 不是 你和喬娃是否同一天出現 肯定不是 因為 亞當出現的時候 未有些植物 對不對 明白 而喬娃出現的時候 是何時 已經有了植物 已經有了植物 而且阿當嘗試過去 找他們 找他們 幫忙 找不到 然後神才 做喬娃 做喬娃 所以阿當和喬娃肯定不是同一天出現 是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 我們不承認有些神學家說 可能上世紀 每一天等於一百萬年 或者幾千萬年 因為阿當和喬娃相隔了幾天的時間 如果每一天是幾百萬年 就是 阿當要生存幾千萬年 才可以和喬娃 喬娃結婚 真的變了老財 所以 喬世紀的一天 都真的二十四小時 因為很清楚 第一章 每一天都只有十四小時 就說 It is morning and evening As if 我們這些人會懷疑 他一天是否二十四小時 特地說了很清楚 有早上 有早上 有晚睡 而我們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解釋 就發覺 原來喬世紀第一章描述的前景 完全在地球上 甚至是特別在伊甸園裡的 一個魔擊證人所描述的情況 就是開頭是霧氣 軟臉 黑暗 後來 分得出日 透到夜晚 不停的光 光越來越清楚 到一個地步 有濕氣 就是植物 因為有直接的陽光 所以他就開始可以在法雅 就是動物園神 把動物帶來伊甸園 叫做阿當的穩光神 所以 是完全符合一個在伊甸園的目擊證人 的角度裡面寫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創世紀不是有神創造 宇宙萬物 那個big bang 只不過是說神如何在六日的時間裏面 從整地球上的秩序 又安排好阿當的出現 阿當出現的時候已經有了事情給他做了 如果他是聽神話的話 已經全部有問題 連那份工都不安排好 有家裡安排好 有成分安排好 有家裡安排好 然後幫你做到老婆 幫你一起做 就是這樣開始 其實是一個process 就是一個process 就是花過了幾天的時間 就是做人類的project才完成 做現代人類的 OK 希望沒有為你造成太多的混亂 太多成座就不錯 還有一天 有人說 好 很棘